哈喽,二年级的同学你们好,我是吴老师 今天我要教你们华文第十七单元,珍惜时间 我们来看华语课本 117页啊,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短文 一,琪琪借时间 快要开学了,琪琪才发现华文写话还没完成 心中很着急 琪琪是一个小男孩 他要开学了,他没有完成华文写话 所以他心中很着急,要去学校了还没有完成 这时,小仙人先生了 他对琪琪说 我借你一小时,你要好好利用,完成作业 接着他吹了口气 啊,墙壁上的钟停止了 哇,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小仙人,就是小精灵 就是这一个 他出现了,然后呢 他就对这个小男孩说 我可以接你一小时 但是你要拿来利用来完成那个华文写话 接着,然后他就吹了一口气 就是魔法咯,是魔法,墙壁上的钟就停止了 琪琪诚心地向小仙人道谢 他想,写话的主题是 街头所见 街头到底有什么呢 我要出去看一看 琪琪呢,他很真诚 很真心地对这个小仙人 啊,讲些些咯 然后他呢,就想了一下 我今天要写的题目啊 是街头所见 就是啊,街上你所看到的东西 啊,到底有什么呢 街头他不知道 所以他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琪琪一走出家门 发现世界变得好安静 街道上,狗儿不废 行人及骑自行车的人停住不动 书局里的老板和客人打招呼 手还停在半空中 真有趣 当这个琪琪呢 一走出他的家门的时候 他发现,哎,整个世界变得很安静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人 东西全部都停着 不会动 只有琪琪会动 狗儿不废 就是街道上的狗也不会废 也是静止的动作 不会动的 行人就是所有走路的人 还有骑脚车的人 他们全部的动作都是停着的 还有书局里面的老板 跟客人打招呼 嗨 这样他们的手还是停着的 很有趣 只有琪琪一个人在动哦 街头的事物都静止下来 让琪琪看个仔细 琪琪看了后 赶快回家 把所见的一切写在写进本子里 琪琪呢 他看了过后呢 他就回家 然后他赶快把他的华文写画 写去 写起来 他所看到的 刚才看到什么 狗 行人 骑自行车的人 还有书店里的老板 他全部都写在本子里面 小仙人 小仙人又出现了 琪琪骄傲的对他说 我提早十分钟完成了 以后我会好好利用时间 小仙人点头微笑 跟他笑一笑 转身飞走了 小仙人他出现了 琪琪这里骄傲的意思是很有自信 他对这个小仙人讲 我已经提早十分钟完成了 这个写画 我以后呢 会好好去用时间 这个小仙人呢 就微笑了 然后转身飞走了 好 我来问啊 琪琪他用了多少时间完成作业呢 一个小时有六十分钟 六十分钟减掉十分钟 所以等于五十分钟 琪琪用了五十分钟完成 他的写画 然后琪琪接了一小时之后呢 他有什么道理他明白呢 他明白什么道理 他明白了时间的可贵 要珍惜时间 我们来读华语和语拼音 喝娃娃 吸烟仙 小仙人 避一避墙壁 制宜指 停止 吃鸿城 成心 拼一肺 狗的叫声肺 七一骑 骑自行车 鸡鱼局 输局 科二克 客人 制宜指 西一细 子细 鸡腰交 鹅奥奥 骄奥 好 现在我们来看后面 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一些部首 马步 就是跟这些图画有关 马步跟图画有关 这三个 土步 鸡步 土步也可以叫体土旁 脚丝旁就是这一个 也可以叫鸡步 都是跟图画有关系的 我们来看这个 骑 骑马的骑 骄 骄傲的骄 骂 骂人的骂 拨 斜拨 山拨 墙 壁 墙壁 紫细的细 月 月定的月 练习的练 好 现在我们来看这一个古诗 灯乐油圆 唐朝礼上影 向晚亦不是 驱车灯古圆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他到底讲什么呢 向晚亦不是第一句呢 他是说明 临近傍晚十分 就是接近太阳下山的时间 这个作者呢 觉得心情不太舒畅 他的心情没有很好 可能有一些烦恼这样的事情 然后呢 第二句 驱车灯古圆 说明了 于是呢 这个作者呢 驾车 驾着这个马车 OK 这个马车 他驾着这个马车 登上了乐油圆 乐油圆是一个山来的 OK 想把烦恼去山 他想暂时把烦恼忘掉 然后夕阳无限好 第三句 第三句 夕阳无限好 看见夕阳无限美好 他看到太阳 下山 那个情景是很美好的 只是将近黄昏 就只是在黄昏的时候 可以看到 然后 只是近黄昏 最后一句呢 就是说明 美好时光 终究短暂 就是美好的事情 也只是留在黄昏 那个情景 最美的情景 只有在黄昏 可以看到 是很短暂的 OK 好 现在我要你们做 华语 练习 你们拿一张纸出来 这个呢 C填写正确的字构成词语 我不要你们这样子抄哦 你们像我这样子抄 一 停 然后这里你们夸号 放一个都号 然后夸号 然后写再 然后这里有两个答案 你们自己填下去 so 1 2 3 4 直接好像我这样子抄 然后D 填写正确的答案 也是一样 这里答案呢 不用抄的 1到5 去只抄 然后写答案下去 如果你们有做的话呢 我还是会加分给你们哦 我们下次再见吧 再见